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三 今天何老师的股票继续的飞喷 我的会员朋友告诉我 好像中了乐透 那么所有的钢铁和粉 想到最近的天气开始变凉了 很多人在目前都很想要去吃火锅 这时候就想到 有一份好像什么火锅捞的 那一份重要的资料 回头一看了不得了 滋滋狂涨滋狂喷 其实这一段的历史过程 各位都知道 何老师虽然在电视上 在荧幕上 我没有讲这档就是什么什么捞的股票 但是所有钢铁和粉都知道 其实都在里面了 对吧 那么这一段的一个行情的飞喷 轮动轮涨 总是逃离不了这档火锅捞里面 我想这个火锅捞里面呢 你要捞到底嘛 对不对 三档里面随便你捞啊 滋滋都是底部起标股 底部起涨股 所以在此时 所有钢铁和粉 为自己掌声鼓励 稍后我们一一看这个行情 为什么今天我的会员觉得 这个行情好像我们中乐透啊 虽然你们觉得大盘的量不够 但是我的股票又继续滚量喷出了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你一定要加入 一个是LINE 一个是Telagran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agran是股市福建金或QQ331的吧 你都可以找到我 在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LINE的部分呢 在首页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剖图剖文 快捷图示的部分呢 可以收听广播或TV 直接把你连接过去 那么Telagran的部分呢 盘中集讯息盘式演变个股的操作 李昭TVYouTube节目 在傍晚都会贴给各位看 亲爱投资朋友 今天的大盘 我不以后解完了吗 今天大盘收在哪里 各位都知道吧 稍后我们来看一下 而在礼拜五 我跟各位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今天这个大盘 真的最后尾盘 还是要喷过关键点位 还是要站上关键点位 并且把那个锤子鸡的上缘给吃掉了 请看 今天大盘 直接开高走高 今天这一根单一的K线很简单 叫做大阳线 今天的肚子的部分有100多点 那么今天最可爱的地方是 已经站上了12900点之上了 但是今天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成交量稍嫌不够了 也非常不够 希望明天这个大盘的量 要多多加油了 今天涨这个格局 每个人都很兴奋 对不对 好 那么礼拜五我说什么 我说礼拜五是一个可惜的行情 当天是一个锤子K 公拜锤城 没有越过前一天的高点 却破前一天的低点 那么我当天怎么解读呢 礼拜五我跟各位怎么说 我说这样看起来 似乎是日K五年黑 那么目前也只不过在高档大箱形整理 我说虽然黑黑的 并不代表这个行情叫做空头 它只不过是震荡的箱形整理 而当天我给各位的关键价 就为12896 我说虽然当天功高未成 反打破低 反弹失败 加速修正 而大盘靠权重股的表态 一定能够扳回一成 而今天我们的权重股 听到本间K线的糟糕 不管台积电 不管联发科 不管大力光 全面的表态 而我当时告诉各位 这个时候你选股大于选次 结果了不得了 不但我的股票飞喷 股票也涨 大盘也涨 你说怎么办 好我们看下去 今天的大盘 哇 我先请大家看这个地方 今天这根红K 吃掉两天的黑K 今天这根K线 吃掉礼拜四礼拜五的K棒 棒不棒 棒 但是今天的量真的不够了 那么这五天的一个黑K呢 今天真的终结 日K五年黑 而今天一红吃两黑 所以明天要给各位的关键价是 12857 明天高盘开出 须开高走高守金高 因为今天收盘价 离今天糕点只差三点嘛 那么明天你高盘开出之后 一定要守过今天的糕点 不能再回头 挑战万三将再创高 如果明天是低盘开出的话呢 最起码守这个关键价 守住一切都OK 否则很容易吃掉今天的低点 我盘又解完了 很多人说 礼拜五那根锤子K 尾巴很长很恐怖 这个盘恐怕要变空头 但是何三跟各位说 今天只要这个大盘能够公过关键价 一切都好说 真的大盘非常听本间K性的糟糕 不止大盘如此走 台积电也发飙了 联发科也回神了 大力光也像样了 连电也动了 来我们看下去 今天我们真的要谢谢台积电 它是我们台股的航空母舰 只要它一起航 大盘指数立马涨 各位高兴吗 非常的高兴啦 所以呢 我们要好好的呵护台积电 我们要敬爱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涨了八块半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当然各位都知道 除了台积电涨 联发科也涨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联发科会这么动吗 我稍后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所有的飞喷股之前 我要先分享我们的喜悦给大家知道 今天我们又收一档股票的钱 请看 今天这档股票叫做环球金 一早全数获利落贷 为什么呢 不是它不好哦 只是合快手啊 很会赚钱 我必须一轮一轮的转那个钱啊 今天一早全数获利落贷 那么明天买点在哪里呢 今天高点在这里对不对 嗯 很好 但是呢 本间K线不满意 结果尾盘你看 我今天早上这边就卖掉了 尾盘 哎 涨幅没那么多 上周五跟各位说 这档股票 我一早先卖出一半的持股 获利落贷 然而今天这档股票呢 早上又一点高点 但是力道不强 所以我决定了 另外一半也全数获利落贷 先把钱收回来 放在口袋里 再转另外一档股票 而礼拜五我讲过 我说这档叫做环球金呢 我们从这里两只脚的故事 我已经讲过N百遍 今天不讲了 这里361到礼拜五呢 已经涨了60元了嘛 今天多了一块钱啊 我当时有跟各位说 礼拜五为什么卖一半 因为以它这样的一个猛报 礼拜三礼拜四的猛报啊 它礼拜五不应该这么弱势啊 所以呢本间K星的操作先卖一半 那么另外一半呢 是今天的状况而定 结果呢今天这个股票你看啊 它只有一点点高点啊 多一块钱啊 我仍旧不满意 所以先收钱再说 不必啰嗦 就是收钱啊 从361到422涨了61元 去头去尾 你们自己去啦 但是何老师要告诉大家 这一段 我的确赚到钱了 先把钱收回来 那么明天买点在哪里 重点是 我现在卖股票不是我的情绪 也不是我赚很多的问题 而是这边有一个关键点 422.5 以它这边这么猛报 这边没办法突出突出就 攻过这里 所以先把钱收回来 哎 我买股票买得很有智慧哦 我卖股票也是卖出所以然哦 不是说这档股票 我赚很多都要卖哦 完全照点未卖的哦 那么明后天呢 它的买点在哪边 请你跟着我的讯息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你们不免想到 今天台积电动了 今天联发科动了 何三你有没有动 当然有啊 请看 一早 这档股票 名字叫做联发科 全收了 有何三在里面 哇 大涨12块 啊当然啦 我不是买到最 今天最低点啦 今天低点位置 三块钱到五块钱 这个边是我们的进货区啦 很简单的解释啦 这档股票 大家都记得 这一段 我经营过无数段 而这边这份资料 各位都还记得 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对不对 好 我这一天回补之后呢 就是卖完之后 当天反手卷空又回补 一张单子都没有 对不对 这一段赚爆了 各位都知道 我就不再讲 一百多块的故事啊 礼拜五我讲过 这档股票 日K是黑 那么它的买点在哪里 只要这里 不要完完全全 被它变脸的话 我就要找买点 结果今天事情就发生了 哎 对啦 全烧了 老师原来你今天在里面 我这档股票今天又 又很稳健 那当然啦 我既然整波段的连发 告诉你我怎么赚了 我当然我知道 下一个买点在哪里啊 那我当时跟各位说 买点到了 你要跟着我的temper嘛 不要自己胡思乱想 你不要帮我抬轿嘛 那这档股票呢 今天已经初步的发飙 对不对 明天请你看它的好戏 接下来 各位会为我掌声鼓励 还会竖起很多的拇指 我的会员跟我开玩笑 说老师我连脚趾都要拿出来了 实在是了不得的请看 这档股票你要一支吗 你要两支吗 你要三支吗 你要十支吗 你要一百支吗 最近啊 天气变冷了 很多人看到这档股票这样飙 都想起了十月初 好像有一位叫三三小女子的 送给大家一份叫火锅捞的标的 我不知道叫火锅捞 还是海什么捞 我不知道 但是有人在底部捞到这档啊 这个宝啊 今天回头一看 真的耶 我真的好兴奋 怎么这股票会涨到107哦 大盘没亮啊 这股票天天滚亮 天天滚亮 天天滚亮 滚到这里滚的不像货啊 亲爱的同志朋友 你有没有觉得天气越越冷了 你们就想到拿到那份资料 好像有一个火锅捞的耶 看到没 里面有三档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档秘密武器对不对 一定答对的嘛 好请看 这股票我讲了好几天了嘛 是吧 那听着我当时有那份资料 很多人都知道买到很高兴的位置啊 我说这档股票国聚集团小经纪嘛 礼拜五滚亮四倍功啊 结束了吗 没有哦 今天再喷啊 好多人告诉我 我跟他丢乐透耶对不对 这一天我还跟你们说 中继十字星准备有作为的 哎呦你们都看黑黑的黑黑的黑黑的 哎亲爱的投资朋友 黑K谁不会看啊 我跟各位说单一K线人会解读 但是形态学呢 交给本间K线嘛 你还告诉我 有谁这种黑黑的线 解得出来即将要爆喷 只有本间K线请看 那天我说中继十字准备要所作为了 啊每个人跟我说黑黑的 怎么会会长好像一个头哦 什么到头 结果咧 十月十六喷到这 礼拜五 我说你安心的去度周末嘛 本间K线这样子解盘 每个人说做头 啊结果咧 怎么往上面标咧 礼拜五还说 这档股票981到1年5 6块9而已 区区小case啊 哎呦大盘都没亮 亮都到我家 奇怪咧 啊这天我讲什么没人要相信 哦好吵啊做头 礼拜五 啊今天咧 老师你的股票好猛爆哦 本间K线好奇怪哦 我们看是头 你却说这边是机会 结果走到这 啊十月初不在这吗 啊十月初不在这吗 什么捞的我不知道 火锅捞还是海底捞啊 我不知道 十月初不在这吗 在这啊 在这都可以啊 随便你啊 呸 日K三连红 一路喷亮 一路滚亮 一路喷一路涨 从这里到这里 16.8的涨幅诶 哦 我也又一只 我说啊 你们真的要敬重本间K线 本间K线在乎是形态学 我不在乎每天的黑K红K啊 而且我也不在乎那一两块 我的会员都知道 和快手做股票 市价进市价出 来无印去无踪 所以你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可是我单子一套一套的 就是这么做 这叫最高竿的超盘数啊 这张股票你们看出来了没有 再看一遍 哎呦真的耶 怎么会这样 啊就这样子一直喷一直喷 啊就这样子喷喷喷 真的耶 喷得好快哦 对啊 啊这边呢 谁要相信 你来告诉我啊 十月十三有谁这样解啊 我告诉你这种线型 是本间K线 准备要有作为的线了 啊现在看到每个人都说 啊好厉害哦 啊这只呢 这跟你讲过吗 华兴集团第四 既做账股首选之一嘛 一无几涨到今天 也好几块钱了嘛 啊这种股票呢 你骑什么 来哦 画线给你看哦 画线给他走啊 这里画一个记号 这里一样啊 就跟你们不相信 起立心会长的道理是一样 这里啊 牛刀小事啊 一百多块股票 五元储来储去 这里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这边画两道线 突破这边就是标啦 这里面一漫画好了 连续新线 喷发钱的征兆 老师你这样解盘 我都听得懂耶 对啊 我解盘你要听得懂啊 我听不懂有什么用 只是你们 没有听到 其他的老师会讲形态学啦 本间K线 在乎之形态谁不知道 当天涨当天跌 谁不知道当天大量 当天小量 那问题是明天会怎么样 我直接跟你解完了 我当时跟你说 奇迪心谁相信 哎呦 那个线就要做头 什么头 往上面喷呢 啊这只呢 我一定要把你画好 多留意啊 再往下看 啊这个呢 哎呦 老师原来是你在里面哦 注意哦 台湾地表最强的科学骨 从出江湖全烧了 大涨五元滚量二倍功 只要河山在里面 科学骨就很有表现 因为他有科学的精神 这档股票啊 注意啊 这边把你画好两条线 这一段 哎呦 小小支小小支小小支的日K八黑耶 哎对 没有错哦 八黑哦 啊我点火就上来了 哇这一根吃几个啊 我不知道 最起码就要反打前三了啦 然而这个形态学 注意哦 第一档连续线 不动就不动 一动就很惊人 你们看这只股票 这边不要理他嘛 你理他干嘛 啊这里不要理他嘛 啊到这里再来理就好了嘛 这两天这边再来理就好了嘛 你们看到这没亮 我一点火就有亮 喷出了 小case 注意明天107 喷过很惊人 老师原来是你在里面哦 对啊 科学股你们都知道 我很会驾驭他 因为我知道股性啊 我现在给你们宣告啊 科学股重出江湖 哎呦这个线你不喜欢 管你喜不喜欢 当时我在讲奇异星 你也不喜欢 当时我在讲环球金 你也不喜欢 当时我在讲无数的股票 你都不喜欢 结果喷最快都是我的股票 这只呢 明天拭目以待 看下去 这只股票呢 哎呦 天气转凉了 还是需要散热嘛 小西兵加油 加油 加油 注意哦 这个12345解过了 不再解了 W解过也不再解了 今天直接给你简单的成语 补量必在供 一山还有一山高 我还有一班小骑兵嘛 对啊 干嘛挤 挤怎么挤 啊如果这边是做头的 直接崩跌就好了 啊为什么今天出收这个线 很多人哦 看到黑就是要崩盘 看到红火就是要涨 难怪你们赚不到钱 这股票有定性吗 本圈可以先告诉大家 心平气和 钱自动涨脚来找你 再看下去 这张股票 何老师又不是新闻播报员 有时候节目不够 我没办法每一支 给你讲到清清楚楚啊 这股票上次讲过啊 我的资料试用很多天啊 这只哇 令人惊艳耶 啊真的啊 啊不然呢 哎呦看涨追啊 看跌杀 啊你刚好中奖了 这股票这么贵的股票 刚好一杀下来你砍 然后一涨上去追 啊刚好两边都输 股票有定性嘛 买到相对起功点就对了嘛 啊今天呢 哎呦每个人都要十只 大脚都要一百只 哎呦真的令人好惊艳哦 把你画圈圈画好了 这里啊 再杀杀杀杀杀杀 杀无可杀了啦 利空出境了啦 告诉你准备大反扑啦 今天这根线已经告诉你这个答案了啦 他缺什么 再缺一个直接猛爆的一个喷出法啦 因为这里 大量砍杀 已经砍下来了嘛 利空利空再利空嘛 利空完毕就是什么 一批人砍一批人接嘛 那今天怎么样 开始反扑了 这股票就是往上面爆了啦 准备大反扑 接下来 这张股票 简单的讲啦 用心经营就会赚很大 你看啦 哎投资朋友 看到现在是每只股票 喷喷喷张张张 你说我要怎么办 你说说看啊 我要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啦 跟着我资金小有资金小的股票嘛 资金大的有资金大的股票嘛 资金中的有中的股票嘛 所以你们都看到嘛 这是何老师带我的会员的做法 所以跟着我都有你们适合的股票了解嘛 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请看 今天晚上与大家相约在LINE的首页 这个联店有一篇研究资料 请大家晚上七点 一定要到我的LINE的首页去看一看 这档股票 何老师对他的看法很简单 这里又把你画好了 这边有一个缺口 他留的 这里又把你画好了 等了一个引爆点 我讲过 这一根的红柱子64万张 64万张在这边处得好好的 缺口留得好好的 至今在这边换手整理 还是缺一个引爆点 何老师的看法没有改变 这里把你画好了 就不要被他突破这边 就往一幕外面去飞了 所以这种股票请大家多多的做留意 那么至于今天时间也到 何老师资料恐怕讲不完 那讲不完就没有关系 明天继续讲 那你们就在那好好的把 把你要做的功课做好 尤其这个地方看一下 我就留到Ending的地方 自己看一下 这篇研究资料 七点钟与大家相约 贴在LINE的首页当中 那么希望大家在目前 把你资金准备好 跟着我一起动 明天我还有标的物要动手 希望大家能够赢在起标店 祝大家这种股票天天一转